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因为 昨天美股表现得蛮不错的 四大指数 都是涨 而且费半涨了3%多 所以呢 就造就了今天雅谷早盘的时候 大概就是开盘都是往上 盘中都有卖压 日本甚至翻黑 韩国翻盘中卖压之后呢 后面还是拉上来 整个雅谷部分 今天大致维持一个涨势 当然涨并不多 台股部分早盘一度的 非常强劲的大涨160点 盘中一度杀到剩下平盘 0.87 最后 尾盘就拉上来 收涨78点 收在9708点 那 原来再一个反弹的架构 我想我今天 在 应该是 11点多的时候的 FB Telegram 或者是LINE的文章里面 我就提到说 这个盘式的重点大概就几个 第一就是说这条绿色的线 叫月线 它的位置大概是10,140点左右 在这之前 大概还有400多点的空间 没有明显的压力 这大概是指数在反弹的过程 将会遇到第一个 可能最有效压力也最大的一个反弹 在那之前我认为压力并不大 第二 今天亮1400 昨天1200 亮说的架构 对于行情打底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杀下来的过程 每天都爆亮 代表这边在恐慌 那地档反弹上来的过程 亮都说了 代表恐慌的气氛 它已经过去了 既然不恐慌 亮也说了 前面这边也做了一个充分的换手 所以我认为台股的低点 目前看起来 已经是相当有限 除非当然外在因素 国外又出现重大利空 不然的话台股 我认为低点已经有限 然后反复打底 因为亮说 你没有办法V型反转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差异化 越来越明显的反复打底的阶段 个股依照个别基本面的强度 会各自做出股价的反应 所以这边选股 变得要选得非常的精准 那谁可以在三月份 有好的营收的数字的 或者是还有好的财报的数字的 或者第二季的展望 甚至持续乐观的 在这边它就有一个延续上涨的一个力道 比如说四星的部分 从320礼拜五涨停板163开始 我说反弹才刚开始 然后隔天是开低拉高 高低点差了16块半 再隔一天就涨停板 再隔一天再涨停板 呈现V型反转 然后之后来到196 然后到礼拜五的206块半 礼拜一稍微压回一下 今天最高又来到207 所以从反弹以来到今天有早盘的高点 一路都在算反弹的新高 代表说这个反弹已经到今天为止 都还没有真的停止过 当然这条半年线它压力比较大 它的位置大概就在206 207左右 所以来到这边碰触两次过不了 那量还不够 它有可能在那边就先整理一下 来回震荡打底 把压力化解完毕再往上走 那季线的位置在大概217.5 那我认为这一波反弹 大致到季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可预见的是 它的三月份的营收 本来是持续一个上涨的态势 二月份赚了0.98 三月份营收有机会从5亿 再成长上看两成 如果达到6亿的水准 它将在疫情爆发 大陆一度的停工 现在欧美也真的停工了 当大家都不好的过程 它是逆势冲高 有机会来到6亿 就是会创下历史的次高 所以当大家都不好的过程 它持续的好 那股价呢 因为被错杀 从246杀到118 现在反弹到二字头 这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反弹 因为本来就不应该杀 所以市场必然还给它一个股价的公道 所以呢 再来礼拜三再上班一天 就要放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的连续四天的清明节的一个长假 那回来上班之后 下个礼拜就已经是4月份了 就陆续就要准备公布三月份的营收 所以如果说三月份的营收 你有把握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数字的话 那我认为如果最近股价拉回 基本上它都会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比如说 唱和今天很多人问我说 尾盘怎么掉下来 尾盘怎么会 找盘一度开高最高 还有 南半五三块半 尾盘怎么会掉下来 那我大概就查了一下 因为今天 在曼尼基的部分有一只新的报道 大概就说 因为最近东南亚也停工 印度也停工 然后欧洲当然都 几乎都全面停工了 所以 昌和的主要客户在 中国大陆的电子厂 中国大陆的电子厂呢 它主要的客户就是东南亚 印度跟欧洲的一些电厂 电厂 所以当这些区域的电厂 都进入到一个停工的阶段 maybe停工一个月两个月 那中国客户 他的出货会卡住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 他对于昌和的拉户 所以今天的这边报道 就在报道说 可能他第二季 他的营收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这个势必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三月份的部分 我估计 12月份是1.94亿 是历史的新高 一月份稍微降下来是1.82 二月份因为停工来到1.48 三月份即便是没有新高 没有超过1.94亿 应该也跟一月份的营收 大概1.18的水准 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所以当股价已经去提前反映说 可能四月份会多少受到 东南亚欧美停工的影响 可能他的出货会稍微卡住 但毕竟股价已经先反映了 下个礼拜回来之后 如果说他公布了三月份营收 他比二月份出现一个 非常显著的一个回升 那股价你先跌在前面 但事实证明三月份营收 他受影响的程度并不大 股价自然就会又会弹上去 四月份目前比较难以掌握 因为这是间接的 就是说他的主力客户在中国大陆 但中国大陆的客户在欧洲 东南亚的一个相关的电厂 所以到底就说这个供应链的一个间接的供应的一个关系 他会卡到多少 这个比较难评估 所以到时候四月份你说还要再观察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基本上他第四季的获利是3.8创单季的新高 第四季的莫利率是51.7% 盈益率是31.4% 都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光是这些数字都足以支撑他现在的股价 因为他从348跌到2202,210 他摔了120块130块下来 其实那个回档幅度已经 早就已经把这波疫情的影响 其实都已经反应得差不多了 即便第二季可能受到影响 但我认为现在的股价其实都已经充分反应了 所以你说短线的筹码 可能在换手清洗一下之后 打个第二只脚 下次再上去那个力道就会更强 4月份目前营收不好抓 等到时间接近一点 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预估 但3月份应该会落在 大概1月份的营收历史次高的水准的附近 所以那个基本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当行情打下来 那我们看好3月份应收 会有一个蛮不错的成长 应该会回到次高水准的附近的话 那打下来第二只脚附近 我倒是认为它又会是另外一个不错的买点 所以要买仓盒的 或者你有仓盒的 你真的觉得今天很紧张 你不晓得该怎么办 或者你想要趁着低档回档 再来买仓盒的 你来找圣老师 要超出仓盒我带着你做 因为我们毕竟是全市场 唯一平均卖在332块的高点的 唯一的一个人 所以拉回的过程 这边我们都会耐心 趁拉回去寻找一个最好的买点 好 那再来 已经要进入4月份 所以现在我们的眼光是 除了即将公布的3月份应收要好之外 最重要的是再来第二季 是不是有谁是可以 比如说不受疫情的影响 反倒因为疫情 订单大爆发 可能是疫情的防疫股 或者是因为疫情而受惠的一些需求 有没有这些公司 当然有 所以上礼拜我们就说 我们要买一档最新长辈的清明股 礼拜四早盘买进 尾盘就锁涨停 当天是赚了大概是半根 半根一买就赚涨停 隔天又涨了7.8% 早盘最多涨7.8% 两天最多赚了14% 礼拜一大盘不好 但它逆势不跌 那我说顺势它就会大涨 这个昨天讲 就今天呢 当大盘一度的涨160点 结果立志呢 早盘震荡一下之后 果然顺势就大涨到47.3元 再涨5.8% 再创这个波段的新港 所以今天我们就公开 就是3483的立志 其实这样股票 如果你看我节目 从去年就有看的话 一点都不会陌生 因为去年我们操作立志 从38块 一路赚到76元 在去年那一波 整整就是赚了一倍 然后七几几块之后 获利出新之后 我们就好一段时间都没有操作 然后这一波呢 立志在从去年的高点 最高78.1元 然后一路的 一路的一路的 盘盘盘盘盘盘盘 一路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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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在极短时间之内股价就去了一半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买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就是说它的股价又回到的一个历史的抵挡区 短时间之内杀了那么强的一个大的跌幅 当然反弹工业就会非常大 所以这是我们买进的第一个理由 买完之后很快的38块买到47块3 短短的大概几天之内已经赚了9块3 赚的最多是高达24.4% 这个没有远24.4% 也就是说Mirror再涨个5% 那即便在股灾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高档出了很多股票 第一档在买宏康跟这个励志 几乎先后都完成了超过20%以上的一个操作绩效 那很快就会达到三成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这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操作 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最新的长辈的金明股 第一个我说股价它大跌到剩下高档的四成 如果说你看这一波从62跌到31是跌到股价剩下五成 但如果你把时间再往前看 从78杀下来杀到31块股价剩到最高档的四成 所以这股价跌幅相当深 它在一个历史的低档区 所以我认为这个反弹空间就非常大 第二 上礼拜我就跟你预告说 笔记电脑这一波开始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缺货的状况 上礼拜我就跟你说法人已经开始在注意这一块 讨论的都是这一边 很快的你就会发现市场的话题全部都环绕在这边 未来法人要买的也都是相关的区块 所以这几天 我记得昨天的报道是说 双A在印度要 笔记电脑要涨价 那也是相关嘛 然后今天呢 就说什么人保广达 音业达 这些做代工的 都说第二季那个定案好的不得了 第二季都会出现一个显著的成长 原本就是下半年才忘记 第二季就第二季现在整个都拉上来了 那因为订单来的太突然 所以呢05件手上的库存根本不够 所以现在就到处下集单 有散热元件啊 晶片啊 什么IC相关的 所有的什么二极体什么东西都有集单 实际元件都一样 所有的东西都下集单 所以呢 集单满天飞 那散热的这一部分 它就明显的受惠 那么立志的部分呢 它在于 鼻子电脑的一个相关的散热的部分 那根据之前公司的说法 比重超过了八成以上 八成都在notebook的相关散热 其他的少部分可能是手机 车用 或者机器台 那八成以上都在notebook的 这公司以前说的 那这一块呢 其实因为 比如说去年我们还有操作太塑 还有操作双红 还有操作 骑红或者操纵 这些一系列我们都有说过 那去年这些相关的散热厂 他们扩厂的目标都是手机 5G手机或者是5G的机地台 但没有人在扩NB来 因为NB PC相关的这个产业 没有成长已经很久 所以大家都在找新的一个动能 结果这一波缺什么 反而缺notebook 当然4G 5G的部分 需求也不落 但notebook这块整个 因为疫情的部分 大家要在家里上班 所以那种教学啊 商务用的远距的上班的 这种需求整个拉上来 那商务的电脑整个大缺 所以缺在过去没有扩的 这一个区块 有扩的都在扩在 5G地台或者手机 那没有扩在NB这一块 结果NB的比赦谁最高 就是励志最高 所以我才会说 NB大缺他第二季报单 因为他是最主要的受惠者 因为大家都跑去做手机 做机器台了 那真正以NB这一块为主的 那励志比重最高 那再来就是操作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我推估就是说 第二季的营收 大家将计算大概9成到1倍 这我的看法都没有修正 保守一点应该有9成 再保守7、8成跑不掉 所以这个集单 他让他单季 弹生了接近1倍的营收水准 那去年赚多少赚3.11 今年呢 最乐观上看6到7块 最保守都有5块 合理抓一倍的一个成长 合理抓一倍的成长 而去年赚3.11的时候 股价最高 78块1 那那时候呢 那本一笔是多少 20几倍嘛 20几倍 今年有机会赚6到7块 对于现在的股价呢 今天收盘价是多少 46块9 中场是涨多少 涨大概4.9% 接近5% 那我们今天呢 找盘趁着翻黑的过程 就在盘下平盘附近请会员 趁着拉回 我常跟会员讲 你就趁拉回买 好的金明股 好的强势股 你只要趁着盘下买 拉回买 你往往很快就会赚钱 我早上才这个样子讲 买完没有一小时 一个半小时 股价拉到47.3元的最高点 今天现买就现赚了超过5% 尾盘收在46块9 今天买进离平盘 他也赚了4.9% 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朋友 会员朋友是买在盘下 所以今天现买就现赚了5% 更不要说前面买的 已经赚了最多赚了24.4% 那股价只有去年高涨的四五成 NB大学或第二季报单 第二季收将计算9成 去年赚3块1 今年上探6块7 那去年赚3块多 股价最高接近80 今年要赚一倍 股价只有40几块钱 赚的比较少的时候 股价比较高 赚的要多一倍的时候 股价只有大概一半 也就是说他现在本益比之后 去年股价最高峰时期 本益比大概接近四分之一 大概三分之一吧 那如果说今天的本益比 要拉回到去年追平 去年高点的本益比的话 股价可以涨好几倍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 它会是最新的涨倍金明股 因为光是涨回去年高点 本益比都还有 只有去年高点的一半 因为今年获利是成长一倍 所以这个股价它有一个倍数上涨空间 涨回高档 涨回高点都有超过一倍的空间 那我们低档最低买大概三八 今天平板再做加码 尾盘收涨大概五% 今天现买先赚五% 低档买的已经赚了24.4% 所以这种有最强数字的金明股 只要你买对位置 一波要赚个三成 其实真的并不难 真的并不难 因为我坚持只买金明股 而且我也在这个礼拜陆续 一堆新闻见报报道说 NB多缺多缺 零组件多缺多缺 有多少这个集单的这些报道之前 在上个礼拜我就先带会员做买金 我就先预告说我们要买 所以跟着赚老师操作 常常可以领先市场 买在法人还没买 新闻媒体还没报道之前 先做卡位 法人进场来抬轿 新闻媒体再报道 到时候我们的获利 可能都已经超过三成 所以跟着赚老师长期操作下来 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我们常常是领先市场 所以说如果说 现在要跟着赚老师做操作 那现在有最好最好的EU8 操作到年底的最大的优惠 只要你现在下定决心 要跟着我操作 比如说操作昌和 操作世新 操作励志 操作红康 这种一个大波段的股票 平均不要说什么赚五成一倍 只要这些股票在一个波段里面 我们可以合理赚到它三成利润 一年赚个三档四档五档下来 那就是翻倍再翻倍 所以跟着赚老师操作 这种波段的一个金平股的话 长期以来可以累积不少的获利 现在有EU8操作到年底的最大最大的优惠 机会非常难得 大家就好好把握吧 等会儿我们再聊加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想今天已经是三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大家在三月份都经历的可能是有史以来 最震荡的一次惊涛骇浪的因为疫情而爆发的股灾 美股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把川普上任三年多来的所有涨幅 全部吐光光每天都在垄断所涨停所跌停 台股在几短时间之内摔了三千五百点 但是在这个环节之下 如果有人可以带着你 在高档获利出清 昌和普瑞建策 泰鼎出了一堆股票 然后把大批的现金流到低档 带你买进然后像是红康或者是励志 再一口气再赚超过两成 那你要知道你散过的损失 跟你低档进场再赚的一个获利 那累积起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郑老师就是这一个最有实力 带着你这样做操作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坚持只买新民股 而且我的市场经验 往往可以告诉我说 什么时候是危机出现的时候 应该带大家做减码 什么时候是低档发生的时候 那是一个相对的低档区 可以带大家做买进 往往的判断都是正确 所以带大家买的也都是精品股 比如说红康的部分 320礼拜五 那天买的时候就涨平板 礼拜一又涨77% 礼拜二最尾盘涨8% 礼拜三来到这波最高54.5 礼拜四稍微拉回礼拜五整理一下 今天跟昨天都在整理 但是都在五日线附近 做一个强势的整理 而且这一波54块半 离前面的高档非常的接近 你看所有的设计股 股价离前面高档这么接近的股票 并不多 它是最强势的设计股 因为它的订单已经爆量了 现在新的订单 中国的额温腔订单 欧洲的都要排到7月份之后 营收2月份5000万 3月份估计跳到8000 4月份跳到1亿 第二季将大赚2块钱 全年大赚7块 15倍本一笔的话 目前股价真的太过低股 都还有一倍的空间 另外像是励志 今天光是平板买的 尾盘就赚5% 更不要说低档买的 都已经赚了24% 要赚三成不是问题 这股票都是有 长辈实力的精明股 所以要跟我操作这些 一档又一档 非常棒的精明股的 波段的行情的话 把握最难得的168 操作到年底的最大优惠 168就可以跟着我 操作到年底 我大家收视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